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準備上一盤的Listing 現在應該還未上的 接下來一兩個星期 大家可能會在網上看到的 就是溫哥華的西區 在Granford及70 樓樓是West Bend建的 3樓樓 現在是最高的比較高層的單位 其實是Pan House 21樓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我們這個單位是向著正西邊 另外那邊是南邊 我們稍後會過去看看 另外矮一點的量度分別在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向西望過去 大家可以看到彎彎曲曲就是河景 然後島是機場那邊 我們這個位置會看到很多飛機升降 但升降量又不會太大 因為我們始終過了橋 隔了一條河 過了來溫西 就不是Richmond那邊 然後再遠一點 機場的島後面就是海景 然後再遠一點 大家現在看到有一陣子山 其實那裡已經是溫哥華島 今天的能見度很高 所以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後面已經是一陣子獨立屋 我記得有個朋友住在後面 其中一間 然後再遠一點 大家看到那裡有一堆樹林 就是一直向UBC方向進發 那裡有一個Bush 其實Uni的方向是西邊和南邊 但你走到Uni某些地方 你已經可以開始看到 一些北邊的山景 一些雪山 這個Uni的尺寸是1016尺 露台是百多尺 它是一個兩房間 加一個釘 再加一個Flex的單位 我站在那個位置就是Dining Area 很多時候 我看到有時候跟朋友去看樓 尤其是吉了 沒有放傢俱 人們經常會問 哪裏是飯廳位 哪裏是客廳位 我應該說 這邊大部份的Condo 天花都不會像我們香港那樣 裝很多燈 他們是喜歡用Falllamp 所以大家知道 找一個有燈的位 有時候可能已經裝了燈 或者有一個圓形的膠蓋 在上面 那裏就是Dining Area 下面給你掛一些Channelia 然後就是飯桌 這個是飯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Floor Plan 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原本設計師設計都是Dining Area 門口其實是遠一點 門口一邊進來 有條走廊 Master Bedroom向著這邊 看著藍邊 稍後跟大家看看Flex 還有一間房間 都是向著西邊的露台 釘在這裡 有窗 我們是21樓 這裡 我們其實02 是一個比較靜的內街 因為70街 剛才大家都看到 對著後面是獨立屋 是小街 比較忙碌的 Grantville街 我們來得比較遠 所以雖然我們那個Condo 都坐落在比較忙碌的Grantville上面 但不算太吵 或者聽到太多車聲 這邊就是客廳位 這裡有一個門 就是Heat Pump 就是冷暖氣系統 這個Uni是有冷氣也有暖氣 還有這部機器 它是有濾鏡的 要定時換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因為香港我們很少這些機器 你住兩三年都不換 這塊白色的東西會變成黑色 積塵 其實你想想 你每天呼吸的空氣 都會通過這裡出來 所以是要換的 好了 我們現在去露台看看 當時原裝回來的時候 這個蚊網是後家的 屋主自己撞上去 它又用了磁石 拉出來 這裡就很重 哇 都很重 好 OK 我們可以出來看看 大家可以跟我出來看看 這裡就是南邊的風景 其實看過去 剛剛跟大家說了這個機場 飛機啊 是的 我是看到飛機 但是完全沒有聲音 我聽不到 我想我收音這裡都很強 大家可能都未必聽到 下面是Richmond 去到那邊就是Delta Surry 我住在那裡的高樓 大家一看不到 太蒙了 下面一直都是溫哥華西區 這條其中是一條跨過去Richmond的橋 其實大家如果有Richmond回來的話 都很直接的 就過了橋下來 開到這裡就到了 那邊是東邊的景觀 這條一路過來就是南邊 現在看過去 原來Richmond 都很多樓 沒有我們這裡的樓 可以高到二十多層 但是都十幾十多 全部都是 然後遠一點就有海景 這邊就是西邊 西邊的景觀 剛才在裡面跟大家分享過 後面是海 然後是雪山 這裡是河景 後面都是獨立屋 其實這裡有個釘 這邊有個sliding door 其實它原裝的時候 是厚重一點的實心門 屋主不想關上 就想透光 所以他們後面就換了這個sliding door 就可以透光 裡面會坐得舒服一點 這個釘有窗 有兩個玻璃窗對著南邊 這個是可以開的 沒有衣櫃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這邊還有多一道門 這個可以關上的 就是通過廚房 所以你可以通過釘角 回來廚房這邊 廚房地區主要是看著西邊的景觀 洗手盆 這個是一個大的island 這個island 桌面的材質 其實granny是花崗岩 雙星盤 然後星盤底 也有一個架 原裝就有了 這個是可以拔出來的花灑頭 然後這邊也安裝了一些電梯 其中一個是gaburator 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個建築 其實是2014年的時候 當時落成的建築 還會安裝碎骨機 提醒大家 其實在香港我們比較少用碎骨機 其實這裡如果大家要用的話 其實要開水 按一下就再碎 盡量不要是沒有開水的時候去用 這邊也有櫃和寵物空間 屋主也放了很多泡泡紙去保護它 然後這裡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的牌子是Miller 洗碗碟機旁邊還有處物空間 冰箱這裡的牌子也是Miller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外面是包了廚櫃面 Cooking的地方也有空間 我們說一下櫃桶 櫃桶是金屬殼 櫃桶也有紋路在上面 其實是配合上面的石 也有Soft Clothes 爐頭的品牌也是Miller 是Gast Stove 周圍營機也是Miller 在上面 現在開了燈 這個強度 這是最強的強度 大家可以聽聽這聲音 焗爐是配在下面的 也是牌子Miller 然後儲物空間就是這裡 也是一些櫃 上面也有頂櫃 也有儲物空間 這是我家居住的菜單 我們剛才說的海岸位 喜歡海岸的朋友 可以放兩三張巴椅 在這裡用餐 早餐桌 有朋友可能會想 會不會有儲物空間不夠 櫃櫃好像不算太多 其實這個房間還有一個Flex 待會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去看Flex 之前看了一間房間 大家過來看看 這是2nd bedroom 它現在是陽無地煎 也是當初屋主買回來後 是自己升級的 因為他也是買回來自己住 想住得更舒服 這邊是西邊的景觀 一些狀態 原裝配搭配這隻 這間房間的衣櫃 放在這裡 屋主也是換了sliding door 原因是他比較想見多些透光的東西 令房間的空間更舒適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改錯了些什麼 就是這裡 這個是洗手間門 因為大家看到我這個 有少許甲角的設計 其實本身洗手間門 原裝發展商給他也是開出來的 但真的會撞門 所以後來 屋主也改了做sliding door 還在sliding door的這邊 加了鏡子 變了實用多一點 可以照鏡子 又是當了一道門 這個洗手間 可以part of belong to 2nd bedroom 亦可以在客廳那邊 access 我這裡還有sliding door 剛才屋主說換了很多門 其實他就把很多原裝 純白色實心門 換回一些有些color 有些light那些 這個桌面 這個就是quart 整個洗手間都鋪磚 大家看到所有的場面 這個就是裝飾用 不是medicine cabinet 不過兩邊還有LED燈 這裡下面有些儲物的空間 這個馬桶說屋主也是自己更換 牌子就是total 有多些功能 有一個remote 大家可以用得舒適些 這個就是shower 大家都看到整個磚磚 有玻璃門 frameless 上面有通風的位置 然後去水位就是這裡 可以吸進去 我們又看看主人房 我們可以洗手間通販出來 主人房現在很光亮 因為是向著藍邊 進去主人房之前 我們看看 那個laundry就是這裡 牌子就是milla 上面就是乾衣機 這個也是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 Hit pump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是沒有排風管的東西 我們來到南邊的房間 這個是master bedroom 我們先看看房間 這裡有三樽 sliding door 也是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屋主換過的 除此之外 大家看到裡面的櫃 也是後家的 原裝的時候 也不是有那麼多一格格可以掛東西 後來也是他們自己放上去 拿完衣櫃之後 這個房間這個窗位 就向著藍邊 現在這個時間會光亮一點 等太陽去了西邊 就暗了 然後這一算是可以開窗 這些落地玻璃都開不了 看回藍邊的景色 同樣 它也是換了有透光的門 讓洗手間會光亮一點 可以進來看看 關了門會不會太暗 同樣有洗手間 這是四層 首先是洗手間 因為洗手間跟剛才一樣 中間是星盤 上面有鏡子 有LED燈 然後這個洗手間 是屋主自己後家後換的 電插在這裡 它有些功能 就是洗屁股、暖 可以控制 攝石放在這裡 剛剛好 MASTER BEDROOM 也是有New Heat 即是地暖 讓你洗完兩隻腳 出來踩地板 會舒服一點 我們可以看看 最後就是浴缸 牌子也有cooler 浴缸在旁邊 都鋪了磚 有個面 浴缸上面 因為浴缸已經有了 所以主要是浸浴 上面就沒有花光了 看完MASTER BEDROOM 之後 我們再看看 還有一個FLAGS 就是這裡 主要就是雜物房的功能 大家看到這組櫃 都是屋主自己做的 這些FILTER 就是剛才分享 HIP HUM 要定時換的 我看到它也有好幾套 這裡可以做儲物空間 剛才沒有說到地板 地毯是兩間房間 是地毯、釀毛地毯 地板是硬木地毯 然後這裡就是一人門口的closet 原裝的時候 都是一個rack 後來屋主覺得需要多些組織 自己再加了棵櫃 門口進來就是這個地方 門是比一般的condo 闊身一點 出入的空間大一點 而且也很厚實 差不多兩吋多厚度 就是比較少見的 每一個門的門口 都會有一些燈光 感覺好像比較 沒有那麼齋 然後每一層 到升降機的這裡 大家都會看到 有些石在這裡 我們就來到建築的Lobby 這邊其實有concierge 24小時的服務 一路會有人在這裡 我們現在的車這裡 其實已經在Granville 夾70階 所以我們在這三棟建築 最高剛才我們在這一個建築 因為我們是西南角 所以我們就是看著西邊 和南邊的Sappan House Granville 一路上去 都有不少食物的地方 就算大家覺得還不夠吃的話 還可以在我旁邊的Oak 或者更忙一點的Camby 其實也是很近的 小學和中學的話 小學就是這間的 它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開車過去五分鐘左右 中學是蜜蜜 蜜蜜 蜜蜜就上面一點 小學這裡 中學這裡 譬如說是想去食街 11分鐘開車過去 一個橋直落 就已經到這個地方 有很多食物 你再開多幾分鐘 就可以到下面 Richmond Center Lancestown 大統華 全部都是這一堆 可以解決了很多生活所需 如果你是經常旅行的 經常都會回香港 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COVID 住在這裡很近幾場 一條路就到了 都不會塞車 我現在就是走到 Grandville 大街 如果大家住在後面 我們剛才的Unit 855 Grandville 是高一點的那棟 的話 你下到街有什麼配套 除了Safeway 超市就在它旁邊 樓下之外 這條Grandville 由下面70街 一路向北 走到我這個位 再過一個Block 去到62街 其實都有很多生活便利設施 例如吃東西 賣東西 剛剛我看到BMO 對面有Scotiabank 然後這裡有牙醫 有泰國餐 有中式餐廳 這個紅星 大家應該覺得很熟悉 不過我其實是有吃過 然後問過它 你是不是香港的Living Franchise 我們不是 這個Logo好似 這裡都有巴士 這裡有一條巴士線 直接可以去到單灘 也有另外一個巴士線 就走Marine Drive 就是可以去到 Marine Gateway 那個站 去到Canby 然後呢 它除了街鋪之外 零零星星 都會有一些細摩 譬如說 這一個就是Granville Place 然後對面又有一個 65Granville 都是一些不同的摩 就是一些不同的配套 來到這裡 救護車 警車一走過 所有車都要全部停了 好了 這裡有些旅遊假期 然後有些保險公司 大家可以來買車保 或者其他保險等等 我看到對面也有一些海尾泡 旁邊這些大家看到 都可以停車的位置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想走路 你懶得開車過來 都會有很多車位 其實我公司Homelang 就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轉了公司 我的公司現在其實就在Granville 上面 我地位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 如果八天要過來 真的有時候辦公室工作 周邊都是很多不同的選擇 而且是一個很方便的廁所位 我記得有一次 在Granville那裡 西區做展示 做了一天 又不好意思在客人的家裡去廁所 所以就變成找地方找廁所好 我有一次是 同一天去了五次廁所 公司的Badget Booker 看到我已經不想來 我眼圈了 這裡有匯豐 然後對面 就是有個摩仔 Granville 65 有這個好吃的餅 有越南迷肉粉 然後也有Pizza Hut 前面就是油站 如果我一路再和大家走廁所 或者大家有機會過來走廁所 會看到 Walking distance 10分鐘 70階到62階 都是不同的配套 相對來說會方便 好 接下來會盡量在IG 每天或者隔天 分享一些樓盤的新的更新 今天講一講 Parkside Alina 大模式 這個之前在Youtube 跟大家分享過 在屋主買回來之後 就自己裝個蚊帽 會不會太大聲 是嗎 要開得多 這個瓷石 不用太狗傑 要怎麼開 要多大力 重新來 可能我方向不合 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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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蚊帽 是後家的 撮到自己 撮上去 他又用了瓷石 拉出來 他的小學是 McKin... 我忘了 小學是 McKinchy 其實我不懂得讀這個字 我